恐怖的史前海洋霸主 幸好它们灭绝了 否则人类难以生存 生命的进化石 实际上就是一场优胜劣汰的淘汰赛 极一年前的地球 是一个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 海洋和陆地上 曾经出现过很多圣极意识的霸主 随着时间流逝 它们都变成了历史过客 眼前这种生物拥有十分霸气的长相 它们曾经称霸寒武器的海洋 它就是奇虾 奇虾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 是寒武器大爆发时候的典型代表动物 这种虾的眼睛像乒乓球一样大 复杂的视觉系统能够让奇虾更好地狩猎 嘴巴看起来像一堆大钳子 上面分布着很多环状排列的外齿 超过25厘米的巨口 能够吞噬当时海洋中任何大型生物 要知道 当时其他生物的体长 普遍在几毫米甚至是几厘米 但是奇虾的身躯达到了2米 即使有矿化外甲保护的动物 依然无法和奇虾正面抗衡 除此之外 奇虾还能够结枉捕食 科学家曾经在奇虾粪达化石中 发现了一些小型甲鞘类动物的尸体 奇虾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卫王 科学家还在奇虾粪达中 发现了三叶虫化石 因此 奇虾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恐虾 也正是由于凶神恶煞的外表 强悍的战斗力 奇虾成了5.31年前 海洋中最凶猛的捕食者 那么问题来了 奇虾在当时拥有绝对的霸主地位 他们在古代海洋中根本没有天敌 他们是如何灭绝的呢 科学家曾经在藻泥盆记中发现了奇虾的化石 因此推断奇虾的灭绝时间不会早于4亿年 因此 奇虾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变化 无法适应环境而灭亡的 也有可能是 后来海洋中出现了更加厉害的生物 因此 奇虾的真实灭亡原因就成了一个谜团 然而万事有利必有弊 也正是由于奇虾 恐龙等凶猛生物的灭绝 人类的进化之路 才能变得畅通无阻 如果这些猛兽始终伴随着人类 人类的生存将面临重重险阻